上场的这一位爱乐少年比较特别 他在今天的舞台上没有新推官 有一些话他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说出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爱乐少年孔子熙有请 小子熙跟大家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孔子熙 今年十岁了 我来自杭州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要唱什么了吗 我唱的是有你才有一个家 因为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 还特意改了词 改了词啊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到底他有什么样的话 藏在歌里面对妈妈说 有请我们的小子熙带来 有你才有一个家 小时候抱着我 在你的手牵着我 在你的手牵着我 所有的幸福经过着 要为你唱首歌 多想你听到这首歌 歌声音乐 歌声里都是我 都是我 想说的花在心口 我想说妈妈妈妈妈 你是我牵挖 我牵挖 为了春季这个家 你好辛苦啊 妈妈妈妈妈 我已懂事了 感谢你陪我长家 歌声音乐 歌声音乐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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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爱你 有你才有一个什么 家 对 马虎老师他唱得怎么样 唱得非常的感动 紫西的歌声一直带给我一种很治愈的感动 我觉得妈妈如果听看到了这个节目的话 一定会感动的流下泪水 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 我想找一种声音就是孩子对音乐的理解 我觉得你做到了 你把对妈妈的爱 把妈妈带给你的感动 唱到了这首歌里 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动 谢谢 好 谢谢小紫西今天用歌声感动了我们 妈妈就在台下等着你呢 赶紧去找他好不好 好 谢谢 来 让我们欢迎新推官王楠 大家好 我是新推官王楠 有请新推官给我们介绍下一位爱乐少年 我要推荐的这位女孩 她是一个视舞台为信仰的孩子 爵士舞架子鼓都是她的最爱 当然最最爱的是唱歌 她来自一个爱唱歌的家庭 就连名字都取用了两个小音符 西斗 那再加上姓氏呢 就可以唱起来了 西斗 对 她就是谢西斗 她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歌 是举镜子的女孩 掌声欢迎谢西斗带来 举镜子的女孩 她踮起脚尖 距离天空更近 却不能旋转 她伸出双手 尽力拥抱更远 举着镜子吧 让遥远的光亮 全都折射在别人身上 关于你自己 不如选择遗忘 我也有一首歌 要在山顶横唱 我也有一个梦 要亲手去安放 我难给的保护 我难给的保护 是与你并着肩飞翔 不是牧送你独自宽广 谁会在挣扎 谁会在挣扎中体谅 谁会在灿烂时回望 黑暗中的 那个她仍独自抵抗 不能放下疲憊肩膀 也没有人站在身旁 剧镜子的女孩 该被谁照亮 优优独自抚 我也有一个温柔留给爱的人 我也有一滴泪要为喜悦流淌 我能给的温暖 是握着你的手分享 不是把我的烟火埋葬 谁会在挣扎中体谅 谁会在灿烂时回望 黑暗中的那个他仍独自抵抗 不能放下疲惫肩膀 也没有人站在身旁 几星子的女孩该被谁较了 天字坠落花长碎片 千万个他闭上双眼 说着曾经多滚烫 如今多冰凉 几星子被灭灭有故事 隐形的人不被穿成 举丁子的女孩 何时被照亮 举丁子的女孩 把自己照亮 我们先有请谢西多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谢西多 我热爱唱歌我热爱舞台 热爱唱歌热爱舞台 我知道这首歌是一个电影叫我的姐姐的主题曲对不对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因为电影里的那位姐姐对她的弟弟特别的好 我是独生女 我特别羡慕这种 这种就是家里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的孩子们 你想不想当一个姐姐呀 我非常想 非常想啊 好 这种当姐姐的心情唱了一首举镜子的女孩 我们有请我们的明星老师点评一下 柯老师 OK 我觉得西多你很棒 在这边呢 柯老师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也给王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啊 他们的训练方式都不同 其实我觉得啊 你可以就是跟老师说 也跟爸爸妈妈说 我觉得你可以办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 你可以训练就是自己 以后你在舞台上 就是当你掌握不同的歌曲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唱 然后有一些乐队啊什么 或者一个钢琴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一方面 肯定会很出色 如果你有这个音乐会 你邀请我好吗 好的 柯老师 好 我一定会来给你鼓掌 一定会来参加你的音乐会 好吗 OK 说好了 拉钩 好 接下来有请吴老师 谢谢多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爱唱歌 非常爱舞台的一个小女孩 因为刚才你的表演 我觉得是最贴合这个舞台的表演 你的表演我看上去特别的舒服 就是你的 你全程带着微笑 你的一平一笑都很自然 我觉得你是非常有这种明星范儿的 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种同心 继续加油 好不好 好 谢谢吴老师 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问一下 我们的新推根王老师了 刚刚他说了 他想当个姐姐 这事能行吗 这事我看行 你看行就行 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王男老师是我们谢西多的妈妈 所以呢今天女儿在台上的表现 你作为老师也作为母亲来点评一下 其实呢真的是 每一次舞台都是一个最好的历练 我知道谢西多小朋友是非常享受舞台的 恭喜你又一次成功地在舞台上历练了自己 又一次在偶像导师的注目和见证之下 收获了成长 那快 赶快下来舞台跟老师们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不好 好 行 来 辛苦了 休息一下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推官 蓝东蓝老师 大家好 我是新推官蓝东老师 有请新推官给我们介绍下一位爱乐少年 他的歌声犹如天籁 歌声出喉 悦耳动听 如大猪小猪落玉盘 今天他带来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欢迎我们的悠悠 有请曲明佑带来You Raise Me U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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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佑非常的帅气 站上舞台闪闪发光 你今天的声音也治愈到我了 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 在音乐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有请新推官 这个孩子给我的感受 就是他非常喜欢唱歌 让自己再勇敢一点 用心与音乐为伴 让音乐和老师 成为你快乐的伙伴 好吗 谢谢新推官 也谢谢我们的小悠悠啊 不要紧张 也不要感觉有压力 你才多大一点啊 将来成长以后 希望你像我们之前 有小朋友唱到的歌 从一只小小鸟长成大人 好不好 好 辛苦了 休息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爱乐少年 有请新推官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爱乐少年 是三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她们一个活泼开朗 一个甜美可爱 还有呢 一个是平时生活中 很洒的大姐头 她们的结合 能碰出怎样的火花呢 她们又是如何演绎这首 高高的雪域高原 有请接下来的爱乐少年 三角形组合 让我们有请三角形组合 带来高高的雪域高原 雪域高原 你到底有多高 满天的繁星在你的湖水里闪耀 在你的湖水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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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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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云多有 在你一山有少 阴绕 雪域高原 在对becca 呢 你到底有多高 满天的繁星哦 在你的洪水里闪耀 高高的西域都有 你是那么高 你是那么的高 两个地上传走远 都是你的自豪 高高的西域都有 你是那么高 你是那么的高 你的记忆的雪花 在我的梦里飘 是那个高原来 你到底有多高 到底有多高 你到底有多高 你到底有多高 在你的山坡上燃热 谁就是那个高原来 你到底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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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虚高佑,你是那么高,你是那么的高,从河滴河流浮河,都是你的骄傲。 高高的虚高佑,你是那么高,你是那么的高,你那身体的荷达,在我的心头。 好,来,我们先有请我们这个组合,特别可爱的三个小女生,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杨锦文,我今年十岁了。 嗨,大家好,我叫朱孟杰,我今年十一岁了。 大家好,我叫李晨晨,今年九岁了。 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很难听到这样的选曲。 想问一问你们三位,这首歌是要送给谁啊? 谁来回答一下。 这首歌当然是要送给我们祖国美丽的雪域高原。 祖国这么大,山川流水都值得我们去歌唱。 但因为我们向往美丽的雪域高原,希望长大以后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 向往美丽的高原想长大以后看一看,我说马上就长大了,就可以去看了。 今天有没有唱出我们高原的辽阔感? 来问问我们的明星导师。 首先,吴老师。 我想问一下三角形组合,你们今天穿的服装是什么民族服装吗? 藏族的。 藏族服装。 我觉得你们选的这首歌特别的好。 这是一首民族音乐,然后它用到了流行音乐的编曲。 相当于是咱们民族的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就是我觉得咱们的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这么大好河山, 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美丽的女孩子通过民族的方式,通过现代的编曲来把它唱给全世界,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柯老师。 真的很棒。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像你们有你们的特色,我觉得吴老师也说得非常对。 你们就把这些就是民族的东西给唱出来。 非常喜欢这个组合,三角形。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名字叫小可爱。 期待你们哦。 拜拜。 拜拜。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推官。 这几个小朋友都很小,以后的路还很长,就每一次的舞台都值得鼓励。 好,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好,谢谢。 谢谢我们的新推官。 同时,也说到了这么小的年纪,今天在舞台上就有这么好的表现。 相信你们的道路会越走越长的。 好,再次谢谢三位可爱的小女孩。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爱乐少年。 有请新推官推荐。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是一位十岁的少年。 他非常帅,然后平时读书非常棒。 在音乐的道路上,他也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他擅长把当下的流行元素和音乐结合。 然后将唱跳诠释得非常棒。 然后今天他要给大家演唱的歌曲是《本草干幕》。 掌声有请爱乐少年林奇。 有请林奇带来本首歌是你的呢。 游刃有余,还跟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 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老师帮你设计的? 是根据歌词改编的。 根据歌词改编的。 唱起来自己很开心,我们听得也很开心。 那我们听听看明星导师开不开心。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周杰伦就在台上这样一边唱一边跳。 我觉得你是可以朝着这个唱跳型的歌手来发展的。 同样这首歌它也是一个用RAP的形式来把我们中国的文化, 这个中药药材《本草干幕》这个经典来发扬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希望你也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的少年, 多唱一些这样的歌,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我觉得你唱得好,跳得好,继续唱,继续跳。 但是一定要好好读书,加油。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推官评价一下。 林奇,今天的表现我觉得特别棒。 我们平时排练了那么多次,我觉得今天你是非常放松的。 因为林奇她平时是一个特别腼腆, 然后书确实也读得还不错。 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老师非常满意。 我觉得你可以回去把这个消息带回去跟你的同学分享, 然后一起来带动这种非常快乐的音乐文化,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导师。 今天表现很优秀。 有请新推官为我们推荐下一位爱乐少年。 这位13岁的小女孩,热光善静,从小就热爱音乐的她。 歌声明亮纯净,又极具质感。 开场就能用歌声填到你们的心坎里。 今天她要演唱的歌曲是《爱存在》。 有请爱乐少年黄米尔。 这是今年在我们网上特别火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谁帮你选择的呢? 我的老师。 老师啊。 对。 那我们来听听看老师为什么会选这样的歌, 包括我们的明星导师怎么评价今天的演唱,好不好? 首先有请吴老师。 米尔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长裙。 然后我觉得你的唱歌的技巧非常的成熟, 包括舞台的表现都是很高级的。 就是大家一般只会在荧幕上看到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目睹了你这样的表现非常的精彩。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能去那个成人组跟大家一起PK的话, 我觉得你丝毫都不会逊色的。 很棒。 好,谢谢。 柯老师。 刚刚你一唱歌的时候我就跟王校长说你肯定是学美声的。 不,我也是唱美声的。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你可能对你的老师的一个教法有一些误解。 高音不一定要用假音,这个以后我们探讨。 我希望呢,就是你在这个唱巴这个少年呢,就是说你能够学习到很新的东西。 美声它是个基本功,但是它不一定是运用在每一首流行歌曲的高音部分。 你是个好苗子。 好吧,以后我们探讨,你加油。 谢谢。 好,接下来新推官王老师。 我觉得通过这个阶段的集训以及这个平台, 我觉得应该说打开了你对舞台的整个的视野。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继续努力,然后祝你马到成功。 好,谢谢我们所有的导师,也谢谢蜜儿。 辛苦了,休息一下。 音乐是我们的精神情感。 说不出口的话,用音乐来表达,总有另外一番滋味。 我想唱首歌给你这个主题,让一首动听的音乐赋予真诚且纯粹的情感表达。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每一次的演唱当中,都能够体会到生活中的细腻情绪。 对生活也会充满感无力。 最美同生,不负年少。 越成长,越热爱。 今天的音乐之名到这,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散。 不散。